302班 三年二班 孫某某 孫某某 请到训导出来 那时我是学校一条龙 我当了三年海军 我还是不会游泳 酸民不要骂我 海军不见得会游泳 你怎么走进这一行的 说来话长 小时候呢 不爱念书 那小时候我念书练得很好 各位应该知道 现在新北市还有个格志中学 以前那个学校 不是成功也是副中 那大部分都见中 我考上了 我念了一学期 因为我哥哥念普通国中 我念格志中学 我放假 寒假放两天 我大哥放一个月 我决定不念了 他不是我的兴趣 所以我跟我朋友讲 我明天要办转学 没有人相信 第二天我在门口跟他们再见 所以我到普通国中 我们班上有十几个童子去 只要通讯课 我一定第一名 神节 生活 小型 康乐 炊事 奇语 什么我都第一名 到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通讯老师是团长 他请求我进同军团 我进同军团就是年队长 同军团玩的游戏 就是你们终于节目在录的游戏 什么匕首画脚 什么罗伯墩 什么成语接力 都是我们的游戏 所以我为什么那么会训练艺人 国三就拿了全国第一名 我国三就主持三千个人的 永恶晚会 所以我也经历过 紧张 胃筋软 拉肚子 所以我后来为什么这么不怕生 又不爱念书 所以我就选择了御达桑子 桑子三年就可以了 那时候我是学校一条龙 所以那时候校庆呢 广播都是 三年二班 三年二班 孙某某 孙某某 请到训导出来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校庆活动 我主导 校庆我是一条龙 校庆伴晚 我是一条虫 训导主任就会 你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呢呀 你们被利用完了 毕业之后 跟人家开露营地 我下班都是礼拜天凌晨 我要自己骑着摩托车 九九万十八拐 回台北 现在你们敢吗 我敢 所以我十八岁到二十岁 在平岭做营地 帮人家租炊具 帮人家搭帐篷 如果你超过二十个人 我还帮你做萤火晚会 你看多厉害 而且我真的天不怕地不怕 那你在营地有看到什么 不该看的吗 有啊 我们是露营区啊 难免会有溺斃的人 那溺斃我们一定要先拖上岸 我们会帮他盖个布啊 等那个家人来啊 我们那边一定有救生员 反正我三个半夜都还要去查营地 谁偷来杂一个没有付钱 我要让他付清洁费 那我走过去就会看 那尸体有没有跑掉 你看我就敢了 所以我的人生真的没什么不敢的 我就这样做了两年 那我很开心 我过二十岁了 二十岁是一个大生的人 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过 殊不知 十二月十八号我的陆令 而且我就说过 我不想当陆军 陆军很臭 不用骂我 是真的很臭 对 你不觉得陆军真的是 你走到他营房 你不觉得就 哇 香港角 香港角 庸竹霜 是不是 哦 我的制服多臭啊 所以我就抽到海军 所以三年 三年 三年再转眼 十二月十八号陆 第二天是我的生日 只有 晚上睡觉的时候 去上厕所没人管 我自己在厕所 这就是我二十岁生日 我做自己很沮丧 臭到我也没有话讲 只是 左营真的好远 吉琴是我学长 他299T 我300T 在新信中心呢 我也很厉害 因为马上要过年嘛 就要办新信中心的 过年晚会 什么我都举手我都会 因为不要粗糙 我真的不会粗糙 我当了三年海军 我还是不会游泳 酸民不要骂我 海军不见得会游泳 真的假的 我真的不会啊 到现在也不会 是 我去高雄 我当面那个朋友还吐我潮 受讯结果 不是也要爬干吗 嗯 我就是爬不上去 我就 主持 还有唱歌 所以人家要出操 我就被叫去大队部 准备表演 所以我也没出过什么潮 人啊 我跟你讲 不要太高兴 热吉救生杯 我在新训中心 屌的不得了 我也去我那条船实习 那时候军事官兵不能骑乘机车 我的老兵来接我 他骑乘机车我上不上 上啊 上了之后呢 到营门口就被挡起来 老兵没事 放他走 不关新训中心吗 我被留下来 关到居留室 那时候以我在新训中心的地位 你给我打一通电话就没事了 死都不让我打 我被关了一天 第二天要送爆破队 爆破队是海军最严格 最黑 最可怕的地方 就像你们陆军的宪兵队 所以我人生牢狱之灾好几次 哈哈 这也是牢狱之灾啊 而且那时候海军会流行擦舱 就你新兵来 晚上被叫起来打 好可怕 对啊 而且会打很凶 我要进爆破队更可怕 会打得更凶哦 因为都是各船上各部队 那种最差的被关进来的嘛 啊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办怎么办 我这下不死即伤吧 嘖 我就要想个办法度过吧 孙总真的太聪明了 而且太敢赌了 5566都怕我一句话 你觉得我敢不敢 我想到一个鸡毛 只能赌这一次 赌过了安全 赌不过了理所当然 被关进去了 晚上晚点明晚 说某某你出来 你为什么被关到这里 我很气定神仙的说 各位请看 我像被关过来的嘛 我是保房主派我来卧底 他知道你们里面有很多冤情 但是我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赶快告诉我 我出去帮你们申冤 因为海军不希望有冤枉别人的事 所以他派我来做这件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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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过了 那个最坏 就是那个老头 啊真的啊 抽烟抽烟 哎呦你不知道 我是被冤枉的啊 怎么样 每天都有人来跟我讲故事 我就在 银房里面躺着 等这七天度过 等 有人来跟我讲故事 七天过了 我的老兵再接我回船上 后来我在船上 我管钱 白米啊什么 还有副食 都归我管 反正只要有关于财务的 老兵退伍了 有一天 大清扫 我也拿了东西在扫 我舰长就过来 小卜 报告舰长什么事 他说你一点都不像新兵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报告舰长 新兵长什么样子 他回个头就走了 所以我在三年海军 我得过无数个奖 小型抗热 演讲 狼壽 那我都跟我 舰上的人讲 你不想领的 你们去领 我不要领 为什么 部队 牙刷 腰膏 毛巾 肥皂 没有啦 我当小卜管钱的 我常常可以自己买我自己喜欢的 你发的又不会更好 所以有一次舰队长发现 为什么每次孙德龙 两个都不一样 所以每次比赛 所有的舰长经过 小卜你这次有没有参加 我说有啊 不用比了 不用比了 这些比赛我都去参加 但考试我不参加 体能我不参加 所以游泳啊 跑步啊 都别人帮我跑 退伍前更好笑 我知道家里穷嘛 我知道退伍就要开始工作 所以我在退伍前半年 我把所有的事都做完 我的驾驶执照在高雄考的 我的包皮在高雄割的 而且割包皮呢 可以六七天不用出操 不用早晚点名 那时候当兵割包皮不要钱 所以我率先割了之后 整条船大家都在割包皮 割到别条船也在割包皮 所以整个舰队 舰队长下令 从今天开始不准割包皮 为什么 影响战力 所以我们那时候整个舰队 13条船 几乎每一条船 都有两厢个割包皮 因为我引起的风潮 那就退伍啦 我同学的哥哥是 中医版的制作人 那我同学就说 哎 孙悦出了一首歌叫七匹啦 那很简单 就 糊里糊里糊里啦 糊里糊里啦 那个舞很简单 你来赚 四个半我是其中一个 还穿吊袋这样 糊里糊里糊里啦 你这种钱都赚过 你知道吗 就知道我多悲惨 而且他说你很瘦吧 当然 谁生下来就年纪这么大 你这么大 我那时候青春美少男好不好 181应该 69 70公斤而已 看一下看一下 人家刚签我是 要当歌手的 我跟王杰是同期的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谁生下来就那么老 你记得那是你吗 这真的就是我啊 很久不见的朋友 他如果认不得我是谁 我都会这样 哈哈 发屁艺术照 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 真正的艺术照 我去拿我的画像 我人生留了三幅画像 一幅呢 就是我23岁退伍的样子 人家要签我当艺人的样子 一幅呢 33岁干总经理的样子 一幅呢 现在摆在画廊 兄弟还摆在画廊 我死的时候才要拿出来 23岁我长这个样子 哇塞 不觉得很帅气吗 很帅啊 对啊 23岁到29岁 我一直在找人生 可以白手起家的工作 一退伍我先做旅行社 那时候凹棒还很少 去海外旅游的 英棒就是在岛内旅游的 所以我只能做岛内旅游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会变宅男呢 墾丁我至少去过100次 乐坛150次 清净农场80次 你就能去哪里 所以后来我会觉得 这样都要跟人家竞标 没有意思 我在最好的时候 我决定不做 为什么我觉得饭店出错我的错 优乱车出错我的错 餐厅出错我的错 你落塞也是我的错 这不是我 叫做的工作 我就离职了 但是我那时候创了很多 应该已经变成休闲顾问公司了 我做的苦心牧场乳牛的故乡 那乳牛的故乡 让你认识牛的所有的习性 30个摊位我们家包4个吧 我表弟呢 最不会做 他聚穿玩偶 所以我那时候呢 做旅行团我就有一本册子 每个人的行程照片 你的房号桌号 我都做得好好的 那时候呢 宏姬电脑的施政 宏姬电脑都我做了 我做他十年庆 十周年 那他们十周年呢 想取一个名字 那时候我做旅行社的时候呢 大家都叫我孙小毛 开大会 不是博士 也是硕士 黑白写了一大堆 十年庆的那个名字 小毛你觉得呢 我说都不好 我说你们为什么为了十年 要把自己的搜索给忘了 宏姬电脑的搜索叫 贡献智慧 创造未来 我说你们十年庆 为什么就要把他丢了呢 他说 小毛你讲这个什么意思 我在贡献智慧 后面下面写两个字 十年 创造未来 十年 不就好了吗 施司这种说 棒 太屌了 这样就二十年 对 我说 是老板 那你说的奖金呢 你不是说 只要取到名字的有奖金 你看当老板就老板 小气就小气 也不是我员工 但他案子都帮给我做 所以我做了一个一天的活动 早上做趣味竞赛 外加摊位 施政隆第一次很感动 他有这么多员工 台北技术大学 我租整个学校 晚上我办演唱会 那时候金曲奖歌手 叫殷正阳也来一场 我不是天生要做这样 我虽然做旅行业 我把它做成这样 但这时候 我决定 不做人 旅行社我决定 不是我终身事业 因为我觉得 太多错误都不是 你能决定的 而且都控制在别人手上 那时候呢 我们为了赚钱 现在他们还是一样 为了赚钱 所以我们都有固定的餐厅合作 那时候司机可以拿五百 我可以拿五百 所以那天吃两餐 我就一切 我们都停休息宜站 厕所都在很后面 你们要逛那些独产区 我们就进休息室 签名 零红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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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故意说 下一站还有多久 你现在不小便 等一下没有办法 要用方法 我发生过一个最严重的事 我去草岭 我带十二部车 一部车四十个人 将近五百个人 发生草岭摊坊 所以最后那一段路 大家要走路上去 那时候包了两个饭店 吃饭的时候 有人发觉少了一个人 少了一个人 怎么办 哇大家指着我骂 因为我是总领队 这边 啊啊啊 我站在桌上 我说各位请安静 你们要我处理事情 还是想跟我吵架 如果我们想处理事情 请听我指挥 现在大家停止右餐 都回大家的房间 五分钟后集合 看看那个人在不在 好行动 你也知道说五分钟 怎么可能五分钟才 大家都回来 对啊 差不多十五分钟后 那个人在睡觉 这都给我很多经验 我有一个经验就是 你如果要当leader 所有人都很低迷的时候 你要很high 所有人很high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谨慎的 处理事情 因为就是要发生事情 我也带过秀顾兰西啊 那时候在流行泛舟啊 也发生有人那个溺斃干嘛 反正就很多事啦 那你就要去背去扛去干嘛 所以保险千万不可以少 我觉得这个行业太累了 而且不是我终身事业 一回办公室 他第一句话就问 孙德荣 我哪里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要吃 我说老板 这个工作没办法满足我 这件事对我太简单了 他说 你这样对得起你的客户吗 老板你讲的好有道理哦 我没有新药住了 但是我弟弟下个礼拜退伍 他叫孙德瑶 客人应该可以接受 我弟弟不用应征就上班了